HELLO 大家好 我是鄧峰 今天又到了我來跟各位介紹設備的時間囉 今天我要介紹我們720大尺寸擱置機 搭配我們益森A4平抗機喔 那我們今天要來使用我們的擱置膜 運用我們的擱置機切割 出來我們的圖騰 經過我們的平抗機來做轉印喔 那我這次會來介紹一些像我們的PU膠膜 金蔥擱置膜 發泡膠膜 反光膠膜 這四種模料來跟各位介紹喔 只要將塗檔上傳到我們電腦 然後做好塗檔之後呢 發生到擱置機 這邊就來做切割囉 好 基本上呢 我們切割完呢 它會形成一張這樣的膠片 有沒有 上面有切割的字樣喔 那我們現在呢 就是把我們不要的地方 我們把它撕掉 挑出來 因為這樣子我們在燙印呢 就可以將我們要的燙上去 我現在這個是反光膠膜 反光膠膜呢 其實它的好處就是 我們在夜光的時候 它會有反光效果 晚上的時候會有反光效果 好 那基本上呢 我已經將大部分都調整完成 但有些小細節的地方 我們可以準備一些工具 像有些客人呢 會使用筆刀 那有時候會使用像金屬這種鑷子 我們可以像比較難挑除的地方 用這個鑷子夾起來有沒有 就會變得比較好挑 不會去傷到我原本要燙印的膜料 它就可以挑除 那像這個 文字的裡面 文字 基本上非常需要這種 這種工具啦 這種小工具 有沒有 這種小工具 我有這個的話 我就很好挑除 對 那挑除完之後呢 我們等一下就可以來做 我們樂樂轉印囉 那如果我們鑷子自己切根完之後 我們挑什麼補藥之後呢 我們的膠膜已經準備好了 那我現在準備了五種膠膜 五種膠膜呢 特性都不一樣喔 那第一種就是我們的PU發泡膠膜 發泡膠是什麼呢 它經過轉移之後 它會有點膨脹 就有點像發泡的感覺 那第二種呢 是我們最常使用的PU膠膜 那PU膠膜也是我們最多顏色的喔 那它的延展性啊 拉力啊 都會非常的好喔 那再來第三種 第三種也蠻過的使用的 它是反光膠膜 反光膠膜是什麼呢 就是晚上啊 路燈會有反光的效果 那再來 這個是我們金蔥膠膜 金蔥膠膜呢 它一樣會亮亮的感覺 會亮亮的喔 它燙膜會有亮亮的那種感覺 那再來呢 夜光膠膜 夜光膠膜就是一定也是晚上 跟我們反光膠膜類似 那夜光膠膜呢 它的顏色呢 跟反光膠膜的顏色不太一樣喔 那我們來看我們燙音吧 那我一次四種膠膜一次燙下去 那我們設定好溫度 130度15秒 那等一下呢 打開之後 等它冷卻再將我們的離型模式組 就完成了喔 好 好 好 那我這次呢 一樣唱了一個我們比較大型的Logo的 發炮膠膜 這樣 15秒 好 開 那其實你看已經膨脹囉 已經膨脹囉 哇 哇 發炮就是沒有膨脹 好 吐吐了 很空 它當然在加熱的過程中 它可能比較膨 但是你看 它就是有發炮效果 很有立體感 質感非常好 小朋友一定非常喜歡 好 以上呢就是我今天用我們擱置機 搭配平躺機 以及搭配我們各式膠膜的轉印喔 想要了解的 趕快來跟我們做聯繫喔 對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